哈囉,大家好,我是志祺 那歡迎回到我們今天 神秘職業大揭秘的第七集 這世界上其實有各式各樣的職業 那有些我們或許很常聽見 但其實不太知道他們在幹些什麼 所以這個系列就是要為了滿足大家最有的好奇心 所以我們找來了很多座有聚工作的人 希望能夠一窺他們相關的一些職業的內容 而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模型師 所以我們找來了,蕎老師 嗨,志祺,嗨,大家 OK,那蕎老師其實是台灣非常知名的這個模型師之外 也是我們世界大賽的這個季軍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請教老師 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不知道代表底在幹嘛的職業 沒錯,今天又跑過來了 講到模型師 因為這一次你們提這個企劃是說模型師 可是我一直想,真的是模型師嗎? 這也是我一開始很好奇 就是我在想說這個職業到底叫什麼的時候 有幾個詞會想出來,可能叫是模型師 但是其實這時候很少見 或者是圓形師 或者是可能還會有什麼樣子啊 還會有 我覺得我比較像是 極重度玩具愛好者 OK,所以他是興趣轉的 但可能還沒有到一個什麼什麼 對,因為你說圓形師 那就比較偏是在雕塑創作原創的那種 很像趙玉他們 對,就是一些那種設計師玩具的那種角色 那我是... 對,因為我喜歡模型 當然我一開始發跡也是因為製作鋼彈模型 我就喜歡模型這件事 可是慢慢的我就把它變比較商業化 比如說像現在的影片的教學啦 或者是之前有一些線下課程實際教學 然後... 所以我應該算是... 玩具模型超盤手 玩具模型超盤手 對啦,因為除了玩具模型 然後現在就涵蓋到比如說一些工具類 對啦,就模型相關周邊的一些 對對對,而且很多欸 那你剛剛有很多的職業 那你現在主要的工作內容是哪些 主要工作內容當然就是... 就透過模型或玩具 然後拍影片給大家做這個 所以是YouTuber就是很重要一塊 對,YouTuber很重要一塊 那他就銜接到我的銷售嘛 就是電物 然後電物就會包含 私體電跟網電 了解 那此外我一開始原本以為的是 模型師他可能追逐要的事情是在... 譬如說幫廠商啊 製作那種大型的場景 這個是主要工作嗎? 還是其實... 這個也有,這個也有 這個很少 就是如果... 因為你要做這種大型場景 你就只能陷在台灣這個地區 因為你不可能去海外 寄來之後... 寄來之後很容易... 因爲我們是有做一些 像幫日本做一些場景 就是很小型 所以當然那個預算也不會到非常大 台灣廠商就是萬代 就台灣萬代 然後就是每年固定就是寒暑假 會有一些這種比較大型 像在華山啊 或是在一些比較大的展覽空間的那種展覽 那裡面的展示品或是場景之類也是這麼多 了解 那這樣子的他的量是不是不夠多啊? 還是真的不夠多啊? 對 就是... 就... 就... 只夠我吃啦 我只能說... 那你一開始是怎麼進到 這個模型代工相關的? 對 當然 很多人喜歡玩玩具嘛 他希望轉換就是... 透過玩的過程可以賺一點錢 嗯 對然後第一個職學就是靠代工 就比如說我們模型買來一盒 然後是這樣的... 是框架 那我幫你組裝 那組裝完是一個費用 甚至於我如果塗裝技巧很好 你買我的塗裝 然後我塗裝完然後也是一個費用 或是做場景或是做更進階的改造 都是一個費用 這個東西的需求是多的嗎? 我身邊當然有些會玩家他們會... 因為自己太忙了嘛 沒有什麼 所以他就會說 欸你幫我把它完全組裝 可是他就是時間換金錢 他一比一的 OK 因為你組一支 你跟他說 對你組一支 你最多好給你六天 那你只能跟客人報六千塊 假設用這樣報價的方式 那你的六天就沒了 可是對... 其實也... 這多錢 對可是對可能大學生 或是那種高中生 他會覺得哇六千塊一個大型 因為一個模型可能也才一兩千塊 對 可是一兩千塊模型你幫他組完 你要收六千 客人可能就會考慮 有的客人可能 欸這不是五百就好嗎? 所以... 所以... 在這個過程就會... 我那個時候一開始做也是這樣 可是當你度過一陣子 你發現這個根本就不讓他 成為一個商業模式 OK 對因為他的成本... 成本很高 就是我們的時間 然後我們去交換過來的利益太少 利潤 那可能這樣子會比小七的薪水還低 對... 所以後來我才想說 有沒有可能讓這個東西更量化 那我那個時候就設計了限下課程 OK 就是實體課 因為我想說我花一樣的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可以教一個學生 我也可以教到十個學生 對... 那我是不是... 那個學費就可以收的費數就多一點點 了解 所以... 之前在當對說模型是這樣子 然後有很大一份的收入來是來自於 就限下教課 對...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興趣 對... 然後... 然後又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去挖掘新人 那當初是怎麼踏上這一條路 就是... 因為以前應該... 嗯... 因為你說你的上面可能也沒有什麼太大... 但我在... 我還記得很清楚就是我在果種的時候 就在看你的作品 那那個時候我就是看著 然後覺得說 哇...這好酷喔 然後... 買雜誌啊 然後開始買控壓機啊 這樣子跟 當初其實... 我只能... 現在回想起來 就是... 那個時候可能... 有一句什麼... 出身之獨不畏乎 OK 就是可能那個時候 不會不怕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 哇... 那個時候真不要臉 對... 就是... 很多事都是這樣 因為... 一開始就... 我是參加比賽 對... 模型比賽 然後... 就像你說得了比賽成績 然後就會有報導 然後一開始是從那開始 然後再來... 慢慢的... 欸... 今年又我得 然後明年的... 連續結比賽又我得 然後台灣的萬代就發現 怎麼每次上班講台都是... 都是你... 然後直到... 我真的跟台灣萬代有 真的商業模式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開始跟他提一些說 欸... 其實在台灣模型推廣這一塊 有哪一些可以再更精進 就跟他們建議 然後... 當然在同一時間 我也... 試著自己找一個空間 用... 呃... 線下課程 讓自己有一些經驗以後 然後就跟台灣萬代提出來 那有沒有可能我們... 就是用我工作室名義 跟萬代做一個合作 然後... 他支柱我們一些材料 讓我們去做校園的推廣 因為我是跟他講說 進到校園讓更多的... 那個小朋友有機會接觸 因為我自己是基督徒 我之前去教會 教過一些小朋友 教會有一些小朋友是有一些 就可能經濟上比較困難的 那種... 客服版 然後我上完課才發現 其實每個小朋友都有權利去 學習到這種... 嗯... 就是他是平等的 我希望就是... 整個班一起去都可以摸到 那未來他有沒有機會繼續往下一步 就是他的... 後面的造化 可是我們在讓他在童年的時候 都可以摸到這個組裝模型 讓他在心裡有一個記憶 在那個時候第一點我就跟萬代推說 你們怎樣都要幫我找出這樣的預算 那我去... 校園推廣 而且對他們來講其實是... 這也不高 因為一合國行就成這樣子的情侶 可是你想想 有些小朋友可能一餐 對 對 家裡是沒有費用 可是對廠商來說 他的材料費... 可能庫存就很多了 對 所以我覺得 一開始我是走到出發點 然後做遍地開花去... 那種部落格對不對 我那時候就點進那個部落格 然後看說有沒有新竹場 因為那時候我要移動到台北等 所以我那時候... 對 所以真的... 真的我們那個時候有做這種... 體驗課程 對啊 到處去 因為我應該那時候都是從巴哈 其實那種巴哈嘛 然後後來開始就是有接觸一些... 因為我也要買通壓機 所以就開始查 然後到時候... 很多資訊都還是從... 我記得像你說的部落格 我最早以前就是雅虎部落格時代 現在已經沒有雅虎部落格 然後在那個時候 就是我們就貼文寫文章嘛 然後那個時候也沒有... 手機的拍照也沒那麼好 然後因為我是學平面設計 所以我買一台那種類單眼以前的 然後就拿來拍一些我的模型 那當然我那拍起來就比一般的同好拿 傻瓜的... 對 好很多 然後我想就好很多了 然後... 作品的照片的畫質啊 然後加上我學設計我就... 稍微拍幾個字這樣 看起來人家說... 哇...這樣 很帥 從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慢慢的... 很多玩家就會... 我們他們不管是... 作品的照片 或者是... 教學的過程 我會拍一個step by step 就至少慢慢自己模擬這樣 然後就是那樣... 我就透過那個粉絲專頁... 透過那個部落格 然後貼說... 我要拍課的資訊 對... 我記得我部落格就發說... 我們有共70幾個名額 嗯... 這樣的課 然後12點報名 就很像現在那種搶預購 對... 很快吧 好像沒吧 我竟然看到那個Y13的... 那個... 那邊有一個廣場 對... 排隊 然後我就... 我那個時候覺得... 原來... 我這個人也是有一定影響力的 一定影響力 真的有人來排隊 真的有人上來報名 然後... 還有... 我還記得印象很深 有一個小朋友 他那個時候二年級 可是我那個時候規定 最小要三年級 對... 他上來帶爸爸... 從木柵... 然後他報名 他說故事 就... 我說... 真的沒辦法 因為我們規定是這樣 而且很多... 其他人在旁邊看 對... 我說對啊... 然後我就看他... 邊哭邊下樓梯 可是那個小孩後面 他三年級真的懶 然後我也帶他... 他就學了一陣子 然後我帶他出國比賽 也得名 那很厲害耶 所以其實... 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今天換作 我是一個一般上班族的話 可能就不會有這些機遇 對... 然後就是... 一些特殊的人緣 我有這些... 實戰經驗 我把這些... 比較... 基層的一些經驗收集 在跟萬代... 對... 跟我們偉大的萬代承包 讓他們知道 因為在那個時候 連日本都沒有做什麼... 校園推廣 對... 那個股價都是大家最土股的地方 要不要反而下 然後線下課程 這樣... 對... 就是那個時候 算我們做得比較熱鬧這樣 然後當然現在陸陸續續 多摸清教室新奇 嗯... 然後也很多人都參與到這個領域 那當然... 我們就有別的想法了 我們就一起合作那個... 線上課程 對... 對... 我就覺得... 因為剛好去年遇到疫情 對... 線上課程這個東西 就對大家非常棒 我覺得剛剛我們聊了很多 就是賺錢以外的事情 那你覺得做模型是哪裡最吸引的 做模型 就是... 一盒模型打開嘛 除了合繪 像現在合繪都很精彩 哦... 對... 以前有森夏啊 有帥... 對... 合繪很漂亮 或是卡托基的那種風格 那打開一片一片的框架 那你就可以知道 這可以說是日本人的那種設計的堅持 你就看它一片一片這樣拚 然後甚至於比如說 這個蒼蓋可以打開 或是... 原來... 這油壓管插進去它可以連動的 對... 就是會滿足像我們男孩子這種 對機械的幻想 對... 我覺得... 這是我最吸引我的地方 那當然... 我們後面更進階了嘛 我就開始學噴漆 學做舊化 戰損 刻線改造 很多很浮誇的東西 我都可以開始把我 想像中的一些畫面 詮釋出來 對... 像這支就是展現了它很多 剛剛你講到的 例如說內構啊 對... 內構、蒼蓋 對... 你那時候看到這支 你覺得它最驚人的連動是什麼 最驚人的就是它把 這個列甲 因為... 我們以往認知的RI7吧 它是最素人 對... 原主鋼的嘛 那當然中間進化了 比如說有NEW GONG 有... 甚至於獨角獸 就是這個已經列化成這樣 那當然最新的PG 它一定要... 像前面這些證明說 欸... 我才是爸爸 對... 對... 去來聊聊的模型師好了 就是... 你覺得要成為一個模型師 有什麼先備條件嗎 嗯... 它其實這個條件就是 最主要就是 你要基本要有美感 美感 我覺得美感 就是你看一個東西的敏銳度 要跟人家不一樣的演化 對... 你總不可以... 已經爛得要死了 你也沒有... 看不出它的錯誤點 對... 第一個就是美感 那當然... 你就是要有一些技術 可是其實技術算次要 為什麼... 因為技術可以培養 嗯... 就是... 這一些工具 或是這些... 比如說噴漆的技法 它是可以練出來的 可是... 調色 或是... 你對色彩的搭配 或是... 那個Layout 要怎麼... 分布那位置 那就是美感 其實也是要多看 因為我覺得美感有點像是 你看了很多很多人的作品之後 你知道這樣子是好的 就像你們做設計 也是要有 你們公司品牌的風格 對... 那我覺得在做模型 另外一個會好奇 就是你們的工作流程 大概會分成哪樣 我是指說 再作為模型師這個職業的工作流程 哦... 假設如果以我們專案來說啦 比如說像我們做的最多 像現在的剪品嘛 嗯... 七龍珠 然後它... 裂地 就是爆破 對... 就是你要去想好 它的... 角色的背景 所以要去研究一些故事 就航海王哪一篇章 它在什麼地方 對... 其實... 這也是因為變成工作以後 我才會開始... 讀一些... 看一些... 對... 不然我以前才沒有什麼追那些範啊 或是什麼... 哦...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要知道 因為它... 它可能今天只有一萬塊 你做了一個十萬塊的預算 那也不對 對啊... 所以... 你就要知道預算 因為畢竟我們也是有... 呃... 員工就要養 所以... 預算也很重要 再來... 剛剛提到的故事背景 然後才去找... 你要用的材料 你今天要用保利龍當基底 還是真的要用... 欸... 石頭去雕 如果今天預算夠多 我們真的用石頭 對啊... 然後再來... 呃... 就要... 每個人的... 人員的工作的分布 有的人是設計草層 有的人負責雕基礎型 然後有的人負責細... 經雕或者負責上色 就你大概是幾個人 做一個... 呃... 其實我們專門做場景的有三個人 哦... 就至少要有三個人以上 幫忙... 然後一步步把它做出來 了解 好...那再來我們來聊 旁邊其實有很多的小工具 對... 就可以幫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模型的工具有哪些嗎 模型... 我們... 直到打開就是一盒 這樣的框架 所以第一個要剪裁就是這個 這叫斜口鉗 那很多... 像... 我們小... 這不是繩子手 是Made出的 ok... 那這個要... 比... 神之手的那種 可是當然神之手的水準還是最高啊 對... 然後像我們現在拿的叫做 活刃斜口鉗 那... 以往我們認知的 一般的斜口鉗就是這種 有沒有... 這種看得懂啊 對... 這種很粗糙的 很粗階的斜口鉗 這種跟這種它的差異 會有在使用上嗎 呃... 差異就在... 因為我們在剪的時候 就是一個擠壓嘛 對... 那個刀面越小 擠壓越小的時候 你的... 湯口白化現象就會越小 了解 那如果你擠 你切下去的斷面 是凹下去的 哇... 那就要補 可是... 當有繩子手出現的時候 不得了 那剪下去那個... 削切的暢塊 就是... 好舒服喔 為什麼這個是很深刻的體驗 我之前... 一直以來我都是用普通的鞋口鉗 沒有用繩子手 就有一次 那也是一個大陸的實境比賽 然後他們來台灣踢館 就是大陸最厲害的 他們有一個選手 選出來一個厲害的 台灣挑戰我 然後他就用繩子手 然後我拿普通的那一個 然後我發現 他剪完基本上 他也不用磨就可以噴氣 我還在那邊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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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然後你想 一個零件的時間差 跟100個零件的時間差 所以他的速度就快好多 然後我就... 哇...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知道 哇...繩子手的重要 雖然我們還是要磨 就是... 雖然我們還是要磨的過程 可是你可以少磨少補 那就是時間 就是賺到時間 所以... 第一個工具就是斜口鉗 那如果... 再更進化 當然就是... 用噴槍啊 這個噴槍其實就是 他美術用噴槍 那... 一般... 其實很少人會去突破它 因為我記得 我為什麼會做模型 也是因為我先有噴槍 因為我以前高中是讀廣告設計 然後在我們那個年代 大圖輸出沒那麼盛行 所以就要噴化 對... 然後我記得 我們那個年代 好像我高一進去要噴化 然後隔一年 然後老師說 以後不用學噴化了 因為... 學校買了一台大圖印表 然後我就... 好像我突然武功被廢了 這沒有用了 他就沒用 他就被我封印起來了 然後... 對... 不是這一把 這是那個時候的噴槍 就被我封印起來了 然後過了... 到高三吧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也考上大學 就比較沒事了 然後我們就... 想說 這個噴槍 是不是可以做什麼用 我就問同學 他說 好像有一個東西叫噴模型 我還記得他講 然後我們... 對... 大大學 高三的時候他跟我講 噴模型 然後我就跟他說 哪邊有賣模型 那時候連萬年有 我都不知道喔 就... 只有去過萬年 以前去萬年就去買球鞋 很少會逛到再上一層 對... 然後我們就再逛上去 原來這裡還有一個... 也有洞天 也有洞天 然後... 你記不記得萬年以前有一間 那間模型店現在沒了 有一間... 他是巷子 有一個... 他...他就是... 櫃子很多 就是專門賣菌爐的那一間 對...好像是 然後反正我就去那邊 我買那個... 盜版的軟膠模型 軟膠怎麼噴呢 他就是... 那種空心膠啊 你知道嗎 他是硬的 我買回來 所以同學研究啊 然後亂噴一通這樣 不從那個時候開始 那當然 這一些 寫果型基礎 噴槍稍微進階 那如果你要更進階的 欸...這個 招牌銀鍋刀 對... 銀鍋刀可能... 連你們都沒看過 有啦 你有看過我用 你有買過嗎 你有買過... 我沒有買過啊 你常常用過啊 你在弄我的那個巨城冰的時候 你有沒有買過 欸...是吧 就是一個小... 圓圓的吧 不是... 欸... 電雕刀 電雕刀... 影片有出現 欸...那硬波刀... 這個...我很多設備 這種... 這鞋口錢一千多 我已經買了好幾把 那你想這個有多貴 我記得那時候三萬日幣 還是... 聖誕節他們特價買 對...還打折 好像九千塊買到 不然他原價一萬三到一萬六 哇... 然後他叫硬波刀 他有什麼特別的 欸...他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 來... 我們來... 做這個一個示範 假設這個是GK嘛 對... 那如果... 我們要一般修的時候 我們鞋口錢可以剪 嗯...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要細修這上面的東西 我拿一般... 他還沒啟動的時候 他還沒啟動的時候 其實就像筆刀一樣 那我們就... 我們就只能... 我們就只能這樣... 這樣推很吃力對不對 對... 所以當他啟動以後 就是一直高頻的震動 那你只要... 輕輕的拿著 你這樣按的時候他就啟動 沒有這裡對不對 對... 但是他就高速摩擦 對... 然後把東西切開 所以我們要再修的時候 你說要很細緻的修改 對... 比如說我們要修改的時候這樣切 甚至於我們也可以拿他來做 蘸筍啊... 我示範一個蘸筍 直接隨便抓一隻就可以了 對啊... 反正他就... 他就是... 為了這個而存在 然後反正我們這邊要做一些 熱龍戰損有沒有 就可以這樣 直接切了 他就會有一個... 戰損的效果出現 就好像被刀劈到 或是... 這種... 熱龍的感覺 然後也不用... 因為有人會用電烙鐵 可是烙鐵上去他會很臭 可是這個就還好 然後或者是他做消切的時候 他比較小規模 對... 他消切的時候就很方便 你可以幫忙看 我也是比較後期才買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一開始 比如說斜口錢買完 下一把就買電烙刀 不是... 就買這個刀 不是... 哇... 他每一個工具他存在 他有不同的用法 因為他就是用高頻率 然後一直震這樣 OK 酷 這個酷 這個就沒看過 那你有沒有覺得 你最厲害的作品 或最喜歡的作品 那最厲害的 待會兒帶你去 因為我都直接存在我的淡水墊 每個櫥窗裡 好 我們等一下去看看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了 對 我直接帶你過來 我店這邊 那店這邊其實東西很豐富 對不對 最一開始其實 我只有做這個玻璃櫃 是為了要展作品用 一開始 這間店的申請原因 結果後來 上面的女生啊 就越來越多 那些美少女PVC啊 什麼越來越多 都很恐怖 那我最喜歡的作品 算是我技術的一個最巔峰 我自己覺得 對 因為在這間作品之前 其實是另外這一間 叫重生 Rebone Rebone這間作品其實是 14年的時候做的 那那個時候 為什麼我會用這個 重生這個名字 就是 因為14年剛好是我跟我老婆結婚 就是紀念那個當下 然後15年就是 我女兒要出生 所以我這個時候 我就做出一個 很像是我的人 對 你看那個 很瘦的中年人 就是我 那旁邊那一個 就是一個小女孩 對 我就做出一個 如果真的哪一天 這個世界上可以做出一個薩克 然後我正做到一半的感覺 然後跟她分享 對 這個其實只有頭部是 原廠有出的 然後其他身體都自製 然後其他身體都自製 比如說你看一下胸前這個黑色的 其實仔細看它就是 坦克的底盤有沒有 就用它去切去改 然後我就營造場景 然後又有點像現在很流行的 微縮這種感覺 重點是後面的那些 那個工作桌面 對 上面放了很多機具啊 因為在那個時候我記得 我還蠻常看那種 美國的一個那種 改車的節目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你看我後面的那個鐵皮 或是那個貨櫃 就是做了很多這種 很美式的貼圖 然後舊化 或是整個上升 那當然現在看 差不多五六年了 那這個中間 我也是嘗試過很多 比如說像水性漆的練習 或是很多新的漆料的使用 算是一個時間的紀念 所以我就會 每一年都會做出一個代表作 去紀念那當下的一些 一些事物在這裡面 再來我很好奇就是說 你覺得模型是這份工作 它難在哪個 難在就是要持續的創新 跟很多工作其實都很像 然後還有就是 你對這件事的熱情 因為像 我們最近就剛好也是遇到一個 就可能一直開箱 就覺得玩具 開來開去好像都一樣 可是我們就要從中間 再找到不同的樂趣 然後再讓 帶給觀眾 讓觀眾感受到我們的那種不同的熱情 那當然 也有時候會 做 開箱久了 就有自己做這個模型 對啊自己手做 自己做出來說 人家的技巧我們有辦法達到 然後用這種突破方式 然後去 找尋那個 下一個目標吧 我覺得 要有熱情 然後找尋下一個目標 那這邊會有一些職業病嗎 就是模型 職業病喔 對啊會的 因為我們長時間都一直坐著 對 就是一直胖下去 對我其實 我以前一直覺得 我好像沒什麼胖啊 你不要臉 很現實的站到體重機上 那就是一個數據嘛 然後我在看我以前可能半年前的影片 兩年前的影片 哇 我那個時候怎麼那麼瘦 對 所以 真的 不能再這樣下去 他剛剛有點了無糖綠嗎 OK 沒有欸 我是那個 瑞布宏 你是無糖綠 瑞布宏 瑞布宏我叫無糖 對 可是瑞布本身只有甜 對 無糖只有甜了 我救不了你 我救不了你 那還有其他的嗎 只有胖 胖很多都會有 喔胖喔 然後還有就是眼力吧 可是 我目前還可以做得下去 可是可能我的 因為我年紀快要40 到40那門檻 也許就會老花 我不知道 那手會有嗎 手 欸 以前會有 以前會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以前我很認真在做模型 現在我比較多在開箱 OK 那在那時候做模型的時候 手會有怎麼樣 就是你噴槍拿久了啊 比如說我這個動作 一直壓著 其實我這裡到最後那個肉都會少一塊 就是他都會一直凹陷 因為這裡一直壓著 不是是這裡 這裡就會有一個比較凹的痕跡 可是現在可能胖就長滿了吧 OK 所以他會有像 反擊指之類的問題 就不好動嗎 可能一定會喔 因為關節使用量大 因為我們噴槍拿 就是這樣 一個長時間 你可能這個工作延續就是 八小時 嗯 四小時至少 對 所以手的問題也是會用 對 那這樣又變胖 眼睛又會有問題 手又會有問題 你的家人會有擔心嗎 家人喔 就 當然會叫我要運動啊 那我也每次都跟他講好啊 反正我現在 對 會運動 怎麼要的運動 我會運動 從一樓到二樓 欸對 對 我從這邊走到隔壁樓上 這樣就喘了 那是真的要動 我之前第一次認真覺得要解決 就是我發現我從我家一樓走到二樓的時候 我會有問題 可是我有在搬貨 所以其實應該也還好 你把我定動 如果你還在持續登場 那我可能 當然啦不能再增加 不然下次你來看我又變大蛇丸 對 好 又變大蛇丸 那最後我想問問看人 就是說 理想上啦 你希望大翁在未來 會怎麼樣看待模型的事情 理想上 因為 在我們還沒出現之前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東西 總可能會變成工作 在可能十年前 五年前 十年前 那一開始人家就會 下一個定就是玩物上製 對 就是不好的玩玩具 那麼大的還在做這些 可是我們慢慢的 讓這件事變成它是職業 或者是 這上面有它的工藝成分在 不管是開模 或是原型設計 因為像 慢慢的很多年輕人要投入這個市場 對 我記得有一個感動 我們都長大了 我們有錢跟時間可以做這件事 有一個感動就是 之前我開箱到一個 就是那個水晶禮服雷姆 然後我記得 突然有一個學生私訊我 說謝謝你幫我們公司開發的商店 開箱 然後我就想 我是沒有戲跟他聊 可是我在想 他以前是跟我學模型 他現在可能 去這個公司上班 就是因為他變成真的一個職業 他走那個方向 然後 就有很多以前的朋友 像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 就在做哥吉拉的兼修 以前也是我們的同事這樣 然後就會覺得 這個領域 他有別的層面也是可以給工作 可是不一定每個人都要成為喬老師 對 因為 比如說像我們這樣開頻道 我們這樣的生活 這種經營方式 就可能只適合我這一套 對 每個人用每個人的 不同的操作方式 對 所以希望大眾可以就是 更正當的看待這個 也不要覺得他就是一個小眾 然後在亂 對 因為慢慢的大家都會覺得 這東西是可以賺到錢 可以生存 可以生活 而且我們自己也在畫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這是可以的 OK 好那今天就非常謝謝 喬老師來我們接受這個訪問 那我自己也是對一個模型非常有興趣的人 而且這一次的訪談當中 知道很多過去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那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我們有合作一個相關的線上課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自己看完了之後 真的是對我原本那種有點不太知道的狀態 有了很好的提升 真的喔 對 真的是真的有興趣 很多細節的地方 我都有把它講出來 對 然後再來呢 就是也記得要訂閱喬老師的頻道 他的頻道裡面有非常多很酷很酷的東西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 再見囉 再見囉 再見囉